3號然後你要填的流程一定是先選這個 出來了 然後選哪一個客戶 然後他要什麼東西 做好之後的話呢 數量多少 會有一個加總 那我按新增的時候其實我需要怎麼樣需要知道幾件事情 第一個跟剛剛有類似說 到底銷貨名系裡面 他的最下面一列 在哪裡 對不對 你一定要在最下面一列的下面在下面這個空白列有沒有放東西嘛就跟剛剛一樣的 但是 有個比較不一樣的點就是之前那個範例是在同一個 有沒有他沒有跨 不同的 工作表 但是現在有跨工作表所以跨工作表比較麻煩的點就是說 要不你就slide過去就是哪一個工作表點slide 對不對 然後你先判斷一下他那個到底在哪一列 第一個 第二個要做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再把資料寫過去 那跨工作表的話 要不你就是以這一個當成 工作表要不就是以這個當成工作表 變成說在 如果以這個的話 那 在這裡面的東西前面就不用加工作表名稱 可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要加工作表名稱 這個我想可能要了解一下 那再來就說 再把需要清空的部分清空 需要清空的部分呢 當然不包括單號 這個白色的 這個是 12 這個是 B3 然後還有這個範圍 跟這個範圍怎麼樣 把它清空 清空的方法 就是 等於空置串就可以 或者點clear contents 反正兩種方法都可以 再來的話呢 再幫我把這個單號 這個單號在B2 把它加1 寫回去 程式就完成了 所以會有四個步驟 那這個四個步驟 我已經有把它寫在那個 我的 雲端上面 那我的習慣這樣 當然撰寫程式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道沒關係 你就 12 3 有沒有 4 那等到你寫上去之後 再把程式一個個加上去 可不可以啊 那只是說 因為 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 竹簧打了 我就應該有些東西應該前面都講過 第一個 判斷什麼 那個 在哪 在哪一列 就應該是消耗明細在哪一列 那我有什麼方法 第一個 因為我如果 要不就是我把它切過去 可是問題切過去要再切回來 那麻煩 但是 告訴他說 如果 這個裡面是空的 A2是空的 那意思是什麼呢 A2是空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 這個是空的 意思說 全部都沒有 全部都沒有 這個是一個全新的一個消耗明細 裡面什麼都沒有 那這個時候應該是A2裡面就空的 那你可以 用B2啦 我只是判斷一下 只要是這一列裡面的某一個儲存格裡面是空的話 那表示什麼 表示 什麼都沒有 那這個時候 就直接給他2就好了 因為就從第二列開始 有沒有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就是利用偵測的 Ctrl向下 去抓到他哪一列 再幫他加1 就知道說 你又要寫到下一列 所以我這個地方的話 寫法 就是 如果 假設A2 是空的 沒有東西 那我就給他2 反之呢 就是把 用A1去偵測 加1就好了 只是說多一個什麼 SHITS 哪一個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這個跟前面寫都一樣 而且這個是 應該是我 我自己想出來的 可是最近我看YouTube 好像看到有影片 寫的跟我好像 甚至一模一樣 但他沒有說是來源是從哪邊來的 OK好 這個地方的話再來就輸 因為你已經知道說R是哪一列 再來就是把資料寫過去 那因為我們沒有切過去 所以你會發現 我要寫過去的是哪一些呢 我們是以哪一個為基準呢 以 這個銷貨單為基準 所以呢我要怎麼樣呢 把 A 我A欄 A欄裡面是放什麼 放那個 我們的那個A欄 我看一下 A欄裡面 在他這邊有 A欄是 銷貨名系 單號 那銷貨名系的A欄裡面放什麼 Range 這個是單號 所以把單號寫過去 然後再來銷貨名系 所以就一個蘿蔔一個坑 分別總共我這邊有八個欄位 那怎麼寫過去 就對準了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分別就是 B2 有沒有 寫到單號 有沒有單號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假設訂貨 日期 訂貨日期的話呢 他是 D 這邊 這個不用 應該是 是這個 第2 有沒有 第2是 訂貨日期 再到貨日期 然後一之類推 反正我就把這些 通通都寫過去 一個蘿蔔一個坑 然後呢 特別注意就是 前面這邊是有那個銷貨名系的 有沒有 那個 工作表名稱 後面沒有 表示因為我是以這個為基準的 那全部都寫過去之後呢 然後要做什麼 把舊的清掉 對 那所以清掉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乾脆把這邊設個中斷點好了 然後 試一下 假設我這邊 已經有做了一個 填了一個東西 我要寫過去 新增 停在這邊 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資料一個個寫過去 一個一個寫過去 寫過去之後的話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呢 在我們的銷貨名系裡面 就會有一筆記錄了 第15 再來要做什麼呢 他就把它清空 清空哪一些呢 B3 B3是 這個客戶嘛 還有這個 還有 總共這些範圍 清空之後的話呢 把它執行 執行過之後 這個地方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全部都清空了 再來怎麼樣呢 把這個單號 加1 加1 單號加1怎麼加 很簡單嘛 把這個 Range B2 有沒有 把它加1之後 再回寫回去 再回寫回去 那不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執行過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呢 單號就會變成20了 我們切過來看一下 基本上 他就變20了 沒問題 有沒有 那這樣子 再下一個循環 再下一個循環 就OK了 但是呢 後來同學就有提一個問題 他說老師 可是通常我單號 前面一定是什麼 ABC Dash 什麼什麼 有沒有 那好啦 假設 我們今天改了 如果說我今天呢 把它改成 這邊就是 我的需要是 S好了 假設S 然後是0020 這樣的單號 那 你大概將來可以自己改了 前面 S 你也可以改ABC等等 那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 可以剛好寫過去呢 其他都一樣 就是說 我把這個中斷點 設在這裡 等一下這一行 應該會出問題 我們 跟各位講 怎麼去做修改 那一樣我把這邊 快速的填一下 訂單 然後假設我一個訂單 然後數量多少 好我按一個訂購 就是這個 那最後當然 一樣 把它寫過去 不過這個單號 會 應該會卡住 我們來看一下 這地方 那因為特別注意喔 你是 S 0020 如果你把它加1 它是一個文字 不是一個數字 那如果你把它加1 會怎麼樣 按F8 有沒有 它會跳出什麼 形態不符合 為什麼呢 因為 文字 怎麼拿來運算 不行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必須 把它切割開來 文字歸文字 數字歸數字 所以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改的話 通常會這樣改 就是 把 什麼呢 S切開來 然後因為你要 了解它 後面 四碼是數字 前面一碼是 文字的話 那你可以這樣子 就是 這邊喔 你可以把 s串接 我後面有寫一個 就是 開頭一樣是s 然後 後面串接 end end呢 就是 因為我後面四碼 所以我這邊可以 把它加一個 right ri ght right 什麼 去抓range 這個 豆點 幾個呢 四個 後面四個 然後刮弧 也就是說你把 後面四碼 串接前面一個s 再把它加1 這個它是允許的 可是問題 如果你加了1之後 有沒有 Ctrl G 一下 如果你把它這個地方加1的話 它會變成說 它本來是0020 對不對 如果你002 本來這樣 然後enter一下 它變成什麼 21 它00跑去哪裡了 就幫你刪掉了 因為你文字 轉換為數字的時候 數字裡面沒有00開頭的 所以它會怎麼樣 幫你把它去掉 所以怎麼辦呢 你用right四個字之後 加了1之後 你的0不見了 那沒關係 你在用什麼 用format 所以 其實就是下面這一行 這個 最後寫完之後 就是 一個s 開頭 然後呢 這個中間 right 有沒有 加了1之後 它變成21 那沒關係 你再把它 改回成文字 那怎麼樣改成文字 再加個format 然後再補一個什麼 0000 這樣子 試試看 沒有錯了 跳了1 OK 這邊的話呢 看一下 最後有沒有 s 0021了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不過這個可能 需要再踹一下 特別是 主要因為我們有5碼 5個字 第一個是s 我後面4個字加了1 但是它會把什麼 把那個00給去掉了 所以要把它補回來 所以再加一個format 這應該懂的意思吧 只是說它串來串去 對各位來說 是有點難度啦 不過你大概分階段的 來看的話 應該是可以看得懂 OK好 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